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 耶和华向他显现 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我就与你立约 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亚伯兰浮复在地 神又对他说 我与你立约 你要做多国的父 从此以后 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 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国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我要与你 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经历我的约 做永远的约 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 就是迦南全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永远为业 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亚伯拉罕这个人物 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当然我们的饲养当中 最重要的人物是耶稣基督 而耶稣基督受了咒诅 是为了赐给我们福分 这福分的名字叫做 亚伯拉罕的福 也就是说 上帝把赐给亚伯拉罕的那应许 也同样的赐给了我们 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 我要赐给你这些这些 那他也会同样对待 信耶稣的我们 所以只要清楚地了解了 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是什么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 从上帝那里能够得到什么了 很多人过思想生活的时候 会产生许多混乱 其中一个理由就是 因为圣经实在是太厚了 圣经里有这样的话 也有那样的话 有时还觉得有互相矛盾的地方 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就一定要找到最原始 最核心的东西 其实上帝早已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福 就是他要通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那福分 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 上帝向亚伯拉罕应许了什么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虽然我们现在使用上帝这一词 但在圣经中也把上帝称作为神 因此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 就是某个神显现在亚伯拉罕面前 说我要和你立这样这样这样的约 我会赐给你这个 而你要给我那个 就这样他们立约了 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亚伯拉罕在99岁的时候得到的话语 也就是说他在99岁的时候遇见了上帝 遇见了那位神 然后再次确认了那约的内容 其实最初遇见那位神是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 过了25年后 当他99岁的时候 上帝向他说了刚才我们所读的话语 这里把过去上帝从对亚伯拉罕所赐下的应许 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总结 大体上上帝向亚伯拉罕应许了这三个内容 第一 应许了土地 即迦南地 也就是现今的巴勒斯坦地区 以色列这个国家现在就在那里 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 我要将你将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第二个应许是 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 但99岁的亚伯拉罕当时有多少儿女呢 他妻子没有给他生下一儿半女 只有一个婢女给他生了一个孩子 但上帝并没有说要通过那个孩子 使你的子孙多起来 反而说你的妻子生下的孩子才是你的后裔 我要借着他赐给你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子孙 因此你的 你的妻子要怀孕生子 可是当时他的妻子已经75岁了 而且圣经里记载 他的月经已经断了 换句话说 他丧失了生育的能力 但上帝却应许亚伯拉罕说要通过妻子得儿子 并且这个孩子也要生下许多的子孙 最终成为大国 第三个应许就是 我要成为他们的神 成为他们的王 这三个就是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重新整理一下的话 就是第一应许了土地 第二应许了子孙 第三我要成为你们的王 成为你们的上帝 让我们看一看这约是否真的能够成就吧 现在现实的情况 是他的妻子没有生育的能力 可上帝却说 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 从常理和生物学等科学角度来看 这有没有实现的可能 根本没有 即使男人的精力再怎么旺盛 可女人没有生育能力的时候 能生下孩子吗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么再看看下一个应许 你的子孙要征服加拿地 也就是巴勒斯坦地区 这全地都要属于你 这有没有实现的可能呢 答案还是没有 难道那地是什么一望无际的平原吗 况且现在有许多的民族正在生活 正在生活在那地 既然说要把那地赐给你的子孙 那么你的子孙必须多起来才能征服那地 但现在妻子却生不了孩子 还谈什么征服呢 所以第二个应许也是不能成就的 还有第三个 我要住在你们中间成为你们的神 可眼下连你们都没有 怎么能成为你们的神呢 因此第三个应许也同样是无法成就的 这么一看 这位神显现在亚伯拉罕面前 承诺了一堆根本无法成就的应许 但亚伯拉罕这个人 却信从了这位神25年的时间 或许某一天 他可能会后知后觉地醒过来 哎呀我被骗了 但已经太晚了 因为他已经背井离乡 颠沛流离地跟从了25年 并且又吃了许多苦 如果这些应许都能够成就 都能够成真 该有多好啊 可从现实情况来看 却丝毫没有能够叫他相信的证据 而我们现在所信的就是这位神 也许有人会怀疑 这位神是不是欺骗人的神呢 那现在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吧 有没有可以证实 这应许是真是假的方法呢 亚伯拉罕他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证实上帝赐给他的这些应许 是否真的会成就啊 上帝说 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 如果子孙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的话 数量怎么也得达到几十万几百万吧 也有可能是数千万 那么亚伯拉罕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样多起来呢 能还是不能 即使他的后裔真的能繁茂昌盛起来 那他要活多久才能亲眼看到这个画面呢 至少要活个一千年两千年才可以吧 所以在他有生之年 根本没有证实这应许的方法 那有没有可以证实他的子孙能够支配那地的方法呢 还是没有 那能不能证实上帝要住在他们中间 成为他们王的这应许呢 不能 哎呀怎么这样啊 大家知道立约的时候 什么情况最让人郁闷吗 就是约定了让人无法相信的事的时候 但这其实也没什么好郁闷的 因为压根就没法相信 可更过分的是 我还不能确定对方是不是真的会兑现这约定 这和开了个空头支票有什么区别 所以就算立了约也没什么可高兴的 反正不可能实现 也证实不了对方是否真的能够说到做到 这就像什么呢 假设我和大家做了这样一个约定 我是一位牧师 我的孩子长大后就要结婚生子 而我一直在祷告 让我的孙子能够成为三星公司的会长 所以我的孙子长大后一定会成为会长的 当他成为会长的那一天 我会给在座的每一位都赠送一辆车 大家开不开心 高不高兴 高兴吗 如果是我的话 我觉得没什么可高兴的 首先 我敢打保票 那里基宅牧师的孙子 根本不可能当上什么三星公司的会长 再说了 他的孙子当上会长的那一天 我还在不在这个市场 已经不在了 所以这就是在信口开河 没有人会因着这话而感到高兴 只会消消而已 所以当那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 换作别人的话 就会一笑而过了 但亚伯拉罕却相信了这约 跟从了这位上帝 可如果我们的信仰就在此止步了的话 那我们的信仰就是极其虚空的 我也没有必要再劝勉各位 和我一起侍奉这位神了 但就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 上帝又给了他一个应许 刚才我们所读的话语里边没有这个内容 那么上帝在他99岁的时候 给了他什么应许呢 明年这个时候你将会有一个儿子 你妻子必要生一个儿子 上帝说明年他就会有一个儿子 上帝说亚伯拉罕将会有一个儿子 这可能吗 能实现吗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并不值得开心 可此时此刻他却能够做到一件事 那就是他可以证实这应许 是不是真的会成就 到什么时候就能证实了呢 明年 明年这时候 如果到了明年这时候 孩子真的出生了 那么就证明 虽然看似不可能的话语 却得到了成就 这时亚伯拉罕就会明白 虽然上帝所应许的看起来那么不靠谱 根本不可能做到 但最终都会一一的成就 如果到了明年 妻子没有生下孩子的话 那么他也能够明白 啊 25年以来那个神一直都在骗我 哎呀 真是可恶 然后就头也不回的离开了那神 对吧 所以从此以后 亚伯拉罕开始等待 对他来说 这一年实在是太重要了 他的双眼只盯着什么呢 从外面回来以后 第一时间去看什么 看妻子的肚子 大没大 大了多少 过了六个月 肚子肯定会大了一些 但他还是半信半疑 他是真的怀孕了 还是因为年纪大了 所以有小肚子了 就这样 过了一年之后 啊 这位名叫撒拉的 亚伯拉罕的妻子 生 真的生下了一个孩子 他就是以撒 原本不可能的事 终于变成了事实 这是实际发生的事 正因为以撒出生了 他长大后又继续生子 所以才有了现在的 以色列这个民族 这不是天方夜谭 而是历史事实 以色列民族就是这么诞生的 并且通过亚伯拉罕的孙子 以撒的儿子雅各 不断地开枝散叶 如今成为了如今庞大的 以色列这个民族 就像这样 得到看似不可能的事 却得以成就的这样的凭据 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刚才不是还有三个 不可能成就的应许吗 第一我要把这第一次给你 第二你的子孙要多起来 第三我要成为他们的上帝 虽然这三个应许 看似无法成就 但最终能不能成就 亚伯拉罕他得到了 这三个应许 能够成就的凭据了 二十五年来 亚伯拉罕受到了 人们太多的戏弄 哎呀你怎么跟随 那么不像话的神呢 哪个神能够让你成为大国 况且你的妻子 现在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 怎么能还给 怎么能给你生孩子呢 还说 外民要因着你也得福 并且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还要与你同在 这像话嘛 你不要被他骗了 你白白从你父家出来了 人们这样嘲讽他的时候 他的内心一定很痛苦吧 所以他也需要一个凭据 当他看到儿子出生的时候 他才真正的知道 那位神说的话果真成就了 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 他最终一定会成就的 也就是说他得到了凭据 从此以后 虽然他无法亲眼看到 这三个应许得以成就的那一天 但亚伯拉罕却完全的相信了 这与亲眼看见是一样的 从此他有了 我的子孙将会昌盛发达 如同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一样躲起来 还有虽然现在有别的民族 居住在迦南地 但未来我的后裔将会支配那地 这样的信心 他还确信上帝要住在他们中间 成为他们的上帝 与他们同在引导他们 并且上帝又应许他 所有的王将从你而出 而这些王中 必有一位王得到仇敌的城门 所以他确信 拯救人类的救主 将会从他的后裔当中出来 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 如今也成就在了我们的身上 耶稣基督真的作为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卫的子孙来到世上 因着他 我们最终也得到了 亚伯拉罕的福 也就是说 那福临到我们身上了 上帝应许亚伯拉罕 我要与你们同在 成为你们的上帝 而这应许 如今成就在了 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我要与你们同在 成为你们的上帝 因此我们的信仰的终点 不是这个世界 而是天国 即永远的国度 我们并不是成为像幽灵那样 没有下半身 成为到处飘荡的存在 进入天国 而是带着身体进入天国 并且这不是 避会朽坏摔残的身体 乃是带着不朽坏的身体 进入天国 难以置信吧 这是人根本无法想象的 无论是 从死里复活也好 还是人的灵魂不见朽坏 在天国永生也好 这都是难以置信的事 但我们并不是茫然的 相信这一切的人 当耶稣赐给我们 这样的应许的时候 他也把能够当场证实 确认这应许的凭据 一并给了我们 是什么凭据呢 我到父那里 到天国之后 就要求父 赐给你们圣灵 即赐给你们上帝的神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要引导你们 进到真理里边 使你们明白 上帝的话语 祂要使你们认识 属灵的实相 这是耶稣赐给我们的应许 人复活后 在天上享受永生 换句话说 只有到了天国 才能成就这事 但领受圣灵的地方 不是在天国 而是在哪 在地上 还在地上存活的期间 领受圣灵 如果上帝不存在 也没有复活的话 那就不会有 受圣灵的事了 但假如上帝是存在的 耶稣复活后 也去了天国的话 那么在这地上 就会有受圣灵的事 人不仅能奉耶稣的名 靠着圣灵的能力 赶足乌鬼 还能医治疾病 行各种各样的 神迹与歧视 这些都是实际 正在发生的事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 是有体验 有凭据的信仰 绝不是 哎呀 最后死了之后 才能知道吧 像这种茫然的信仰 绝对不是 我们不是死了之后 才能知道的信仰 而是在这地上的时候 就能确实地得到 凭据的信仰 如果没有凭据的话 没有对上帝 对那位神的凭据的话 尽管现在还来教会 但最终还是会回到世界 对教会失去关心的 即使来教会 两三年的时间 但可能还是会觉得 哎呀 我失望了 然后离开了教会 所以一定要得到 信仰的凭据 得到不动摇的凭据 在座的每一位 都要有 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 却在我身上 得以成就的这种体验 按照上帝的应许 照样成就在我身上的 体验才行 信仰不是悠哉乐哉过的 而是真的要积极体验 上帝的话语 为此要付出努力 要祷告 而且要有靠着祷告 是不可能的事 得到成就的体验 如果大家有疾病的话 就要为了病得医治而祷告 我们的元老监督 过去曾有一段时期 几乎达到了失明的状态 我第一次私下单独 和他见面的时候 就已经和他打过招呼 问好了 但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他还是不认得我 我最初以为 他可能不太认得人吧 不太记得人吧 那时我作为宣教士 刚从中国回来 所以我和他说 我是从中国来的 然后他就问我 你是不是朝鲜族啊 然后我们第三次 见面的时候 他又问了我同样的问题 那时我想 他每天都要见很多人 所以不太认得人 可后来我才知道 那时的他 双眼已经几乎 达到了失明的程度 而且这种状态 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他一直都在 为自己的眼睛祷告 虽然看似这是不可能的事 而且医生也告诉他 视力无法恢复 但他却一直都在祷告 为此集中祷告了一年 有一天 他在讲道的时候 忽然从远到近 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 之前因为看不见 所以讲章都是由别人代读的 我们教会习惯在讲道之前 读讲章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才由别人来代读主题经文和讲道的 并且那时候的他总是摔倒 所以脸上经常有磕碰的痕迹 这都是因为他看不见的缘故 但他抓住了上帝的应许 为了那不可能的事祷告了 所以他的眼睛才完全恢复过来 现在他的视力也非常好 我们的信仰当中 有很多这样的见证 总之 不管别人说什么 大家都要得到信仰的凭据 以致能够宣告 我是遇见上帝的人才行 在别的教会 大家可能会听到很多 我信上帝 我信耶稣这类的话 但来到我们的教会 就能够听到许多人说 我遇见了上帝 比如有人会说 我在1992年遇见了上帝 我们是一群遇见上帝的人 真的遇见了上帝 不是单方面的主张 我信 我信上帝 而是遇见了上帝 我们拥有遇见上帝的体验和凭据 奉耶稣的名 祝愿大家都能够遇见上帝 让我们祷告吧 天父啊 求你来 帮助在座的所有人 都能遇见活着的上帝吧 让这成为他们的体验 也让这成为他们对上帝 所应许的永恒盼望的凭据吧 对于天国是实存的事实 我们将会复活的事实 并与天父以及儿子 在天国共享荣耀的这一事实 对此 求你让他们在这世上 就能够得到确实的凭据吧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如今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 与引领 与可目凭据 并拥有凭据的圣徒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